因为我们刚刚都是停留在一张资料表 一张资料表我们遭遇的问题其实是很有限的 然后所以后面我是不是又再增加了另外一张资料表 例如说订单跟退货之间的关系 可是那通常是一个档案的多工作表 它的关联性它是存在的 那你要知道像登革日的资料 登革日的资料是谁释出的 一定是行政院底下的哪一个单位 卫福部可以吗 可是通常我们来去看登革日这件事情 我们来算那个发生率 你觉不觉得应该是要用那个人口来去做校正 我们来算那个发生率 我觉得会比较公正 你不应该算应该就是说我们在做统计分析的时候会统计发生数 例如说好了台北市的发生结婚的结婚登记数 跟什么花莲市结婚登记数 你觉得这两个数字具有比较性吗 不具有比较性对不对 台北市的结婚登记人数一定高于花莲市 那可是我们现在换一下换成结婚率 就是我们拿人口数来校正 是不是可以算出结婚率 这个结婚率台北市的结婚率 结婚这件事情的结婚率 跟花莲市的结婚率 你觉得可不可以比较了 可以比较了 对吧 所以用发生数来去衡量 我觉得不是唯一的一个指标 而应该是要换别种方式 还有请问一下 台北市他的一个发生 台北市他的市民被感染到登革热 他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去高雄出差 然后在高雄被蚊子叮到 对不对 然后他发作是两天后 然后他已经回到台北了 可是这件事情 登革热我们是算在台北 还是算在高雄 当然是台北 这样了解 所以其实你去看那个发生数 然后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应该要稍微研究一下说 它是不是本土的 还是从别的地方带进来的 这都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继续我想就是用这样一个方式 告诉各位拿到一个真的开放资料 大数据的资料 例如说1998年到现在2019年的登革热资料 至少有21年的资料 那我们该分析什么 好 不过如果说你今天你的资料都是很多文字 这个可能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类型的资料 例如说那个文字云 文字云 好 他可以去做文字的一个探勘 分析 那我现在我是比较着重在数据 数据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下载范例 先下载范例 如何下载范例 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请到我的网址 HTTPS 帖号斜线 斜线 G0点 GL斜线 YTZ RXT 然后请选这个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然后范例下载 我们来下载1998年开始的登革热 登革热 好 请点它 请点这个地方 我再说好多字 就是请点这个下载图示 不要点到下载图示以外 这个是越览 这是预览 可以吗 还有这个档案 台湾各区人口数也点一下就好了 不要点两下 再 你就把它想成就是说 你的手机上面 手机你要拍照 你会不会点两下 你拍照的时候 请问你按快门 你是点一下还点两下 一下 手机没有点两下 同意吧 为什么手机没有点两下 那会伤害你的手指 真的 我是说真的 点两下 你这边指关节会受伤 真的 手机没有点两下的操作 只有点一下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点它 点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下载台湾各区人口数 好 请你们下载这两个档案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做完就可以关掉了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把档案名称改一下 请问我的资料放在哪里 下载 对不对 我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当然就去资料夹里面去找 这边 本机的下载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第二组登革热 点它 点一下之后 再点一下 先把它改成叫登革热就好了 副档名不要改掉 然后这边这个删掉 接下来就是这个我们叫做人口数 好不好 这个人口数这是内政部提供出来的 这都不是我去编造出来的 这些例如说谁会有登革热的资料 一定是为服务 好 这个我们就叫人口数 好吗 我只是要清楚让你们知道 那个资料表叫什么名称而已 好 所以请你们先修改这两个下载下来的档案名称 一个叫登革热 一个叫人口数 那你有没有发现刚好都是CSB的档案 没错 从网络上 网络上的资料 可能多半都是CSB 但CSB有一个缺点 尤其是在文字里面 因为它的分格符号是逗号 它的分格符号是逗号 尤其像我们在打备注的时候 一定会不小心打到逗号 这时候它就会把它翻成好多好多篮 所以呢 这是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JSON格式 JSON格式也蛮常用的 但JSON格式有另外一个缺点 就是标题重复出现 让档案虚真 虚真 好 这就是现在我们常用的那个档案格式 有CSB跟JSON 这两者之间的问题 你们必须要知道 好了 来画面就用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呢 是不是要打开我们的Power BI 桌面上这个Power BI 快速点两下 打开Power BI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读入这两个档案 因为它本来就是两个不同档案 所以你要分两次来读入 能不能一口气读入两个档案 不行 也不需要 反正Power BI可以在不同时间读入 不同的工作表 当然也包含 也可以读入档案 所以打开Power BI之后 点选常用 取得资料 这时候我们要选文字CSB了 文字CSB 如果你的资料是来自于一个网址 哇那太好了 就是你要选其他 其他里面是不是档案 对不起 应该在其他里面 其他里面是不是有一个Wave 那如果你的资料是来自于一个资料夹 就是一个资料夹里面塞了50个档案 100个档案 那你就要选档案底下的资料夹 可以 甚至你的资料要是来自于PDF档 PDF档各位知道吗 它里面就是会有好多个表格 它就会自动去搜寻 这个是表格一表格二表格三 这都是现在技术都已经提升上来的 你不要想说它就只能接受CSB一种 不是当然也不止以Sale好了 我现在取得取得登革热资料 就是取得资料 然后CSB 文字CSB 然后接下来我的资料 刚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我就点这个反击的下载 登革热开启 这应该不用再敲笔记了 对吧 这就是取得档案了 好 请问现在你看到什么 乱吗 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你现在看到这个情形了 你要怎么办 拍照问老师 同意吧 知道吗 当然我跟你讲 在座复罚资讯人员 他就喜欢玩玩看 真的不行 再拿起电话问资讯事 对吧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我同意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只是期待失望中 你最后 你也可以问问看老师 对不对 因为这就是 你不能直接点载入 你只要点载入 那是不是就代表 你在若以大为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能够把它分析出正确的结果吗 怎么可能 听得懂我在说的意思 所以不能直接点载入 这是我现在希望你们说的标准答案 好 因为我们是从网络上抓下来的档案 网络的档案编码模式是 UTF-8 我们本极端的档案编码模式是 Bit5 大5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大陆人翻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把编码模式翻成档案原点 档案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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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请在这边修改 修改变成什么 UTF-8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要往上去找了 往上去 为什么往上去找 因为他在满下面的 Bit5 他在满下面 所以我就往上去找 UTF-8 这边 65001 冒号 UNI-code UTF-8 就切换一下档案格式 现在是不是变成正常了 我刚刚说的 遇到问题 记得 遇到问题 不是直接点那个载入 那不就有点像那个 睁着眼 说瞎话那种感觉 对不对 你就已经觉得那个资料是 那个自己都看不懂了 你就开始按载入 那不就是很奇怪的事 好 记得 你可以 我想你应该也会问 老师这个资料是乱码 怎么办 因为刚刚你们都很乖 都没有用以色料去打开那个CSV 你用以色料去开也是乱码 以色料他只能辨识大5 能不能辨识 UTF-8 不行 好 最后点什么 载入 这样我是不是就把什么 登格勒资料 取得进来了 好 我也必须要再做一次 因为我还有人口数 对不对 好 登格勒 没问题 因为他栏位都正常 那我是不是在取得资料 文字CSV 然后接下来下载 我刚刚放在下载的人口数 开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不是乱码 他不是乱码 对吧 但是请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资料 这边很贴心给我们英文的标题列 中文的标题列 所以他就认为说 这个资料整个都是什么 文字 你看尽管这边放的是数字 有看到吗 数字是不是都靠走对齐了 他会认为 整份资料都是文字 所以他才会靠走对齐 你们可以理解吗 你不能只看到 然后就都不懂 就是继续做下去 应该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发生问题 所以应该都要 就是观察 然后发现问题 询问老师 我觉得这才会 你学习才会比较快速的能够成长 所以你看这边为什么靠走对齐 合理了吧 因为他认为这里面全部都是文字 为什么他认为全部都是文字 没有标题呢 那是因为这个第一列是不是都是文字 他适合做标题列 第二列全部都是文字 所以他认为说什么 这个第三列也都是文字了 第四列都是文字了 所有每一列都是文字了 也就是没有标题 所以他就自动给了 column一column二column三 所以因为都是文字 这里面尽管有数字都靠走对齐 只有文字才会靠走对齐 你们说对不对 这样有听懂 这真的问题很重要 很重要 一定要懂 好 等一下我们再用power query 来去编辑就好了 好 所以点选载入 现在因为我要先载入才能编辑 对不对 好 所以虽然人口数这边会产生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做修改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把两个档案都分别展入 一个需要去做编码模式的感验 它叫档案编辑 一个不用 它自动辨识为UTF-8 请问一下 现在这个人口数 我是不是需要来去做处理 做什么处理 这个column一column二 一看就知道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瞧一下 调整一下 好 怎么样去调整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就人口数是不正确 但是登革热的资料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要动的是人口数 人口数 这个column一column二 所以我们就点常用底下的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通常我们点上面这个 好 编辑查询 它就自动跳到power query power query 其实 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叫query query就是查询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点的是人口数 人口数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这个 绿色 黑色 就这条线 请问一下 这代表什么意思 绿色 绿色代表是正常的 活的 黑色代表什么意思 红色才代表死的 不正常的 黑色 黑色代表空白的 空白的 因为你的资料里面可能就是有资料没有资料 对不对 有资料它分正常资料 不正常资料 这样了解 好 只有三种颜色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因为这一定很重要 因为假设你今天你的资料是有问题的 就是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多提供给你 需不需做资料整理 如果你就已经有看到那个红色 你不能直接去做 为什么会有红色 举例来说好了 这里面是不是人口数 人口数里面 看得出来吗 我们游标放在这边 有看到 99%是绿色 就是有效的 无比资料 它是空白的 零比是错误的 对吧 还有这样子一个资讯 好 那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这个年底人口数 现在你看到是正确了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好不好 我们先把这个标题列 标题列先救回来 请问你要用英文的还是中文的标题 当然是中文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第一笔资料 这个记录列当做是标题列 所以怎么做 是不是点选这个筛选钮 好 点了这个筛选钮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现在我们的标题列 是不是改成英文了 有看到 以把资料提升 变成那个标题 从记录 记录 变成标题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中文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再做一次 有听懂 做两次 能不能再做一次 不行了 对吧 你不能把 你现在就真的恢复变成正常的资料 好了 请问一下 年底人口数 现在是不是有绿色 绿色 还有什么 红色 那你都已经看到 这里面资料已经有错误了 两笔资料了 能不能继续做下去 当然不行 你是不是要观看一下 这个资料到底哪里有错 请问这是不是人口数都是数字 对吧 那我们来去看 哪里有错误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去 至少看一下 请问这边是不是有两个错误 本来它是简号 本来它是简号 为什么它在106年年底去做人口普查 它就是东沙群岛跟南沙群岛没有去普查 所以它在这边因为没有普查 所以我要放什么 可不可以放零 当然不行啊 那不然坐在上面的人会抗议 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放简号 不行 这里面已经定义了 它就只能放什么 阿拉伯数字 简是不是阿拉伯数字 不是 这样理解吗 它就只好把简号变成 阿拉伯数字 这样有听懂 像我们做资料清理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人口数 这个人口数变成 变成 因为最多最多行政区的人口数 如果有到百万 有到百万 我们就会要把它变成一个 负的百万 九百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 因为它一定要放数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 转成一个负的极值 来去标示它 到时候我们来去算说 这里面有多少 这种性质的资料 可以吗 这是资料清理的时候 如果你有兴趣 再去理解 所以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 它是资料错误的 资料错误 请问我们现在还需不需要去做 去做一个 就是说继续 继续来去做资料分析 不需要吗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错误的 这两列 可以把它移除掉 对不对 请问一下 这有看得懂吗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这些 这些是不是也不能做分析计算 所以是不是应该都要清掉 都要删除掉 所以请问我要删除掉几列 7列 可以吗 7 好 请问怎么做 删除最下面的这7列资料 怎么做 先选什么地方 是不是左上角这个筛选 筛选扭 对不对 接下来我要用哪一个功能 移除什么 底端 资料列 然后 然后这边输入 多少 7 对不对 他是不是 要求你输入一个阿拉伯数字 那你就输入7 然后点选 确定 可以吗 然后现在你再去看下面 就没有那些资料了 对不对 还有 更棒的一点 等一下快到最下面了 因为下面那个资料 重点是这个地方都变成什么 绿色的 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了 有没有空白 没有空白了 这是不是 至少应该我们要达到的资料 整理 可以 这一列很重要 这一列真的很重要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点什么 关闭并套用 这预设 预设就是关闭Power Query 套用到Power BI 好 点选 关闭并套用 请问一下 我刚刚到底做哪几件事 我是不是先打开Power Query 然后 就是编辑查询 对吧 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我是不是做 这个 把那个第一列标题列 第一列记录 提升变成标题列 做两次 对不对 还有我是不是做了一个 移除 移除什么 底端资料列 七笔记录 可以哦 好 最后做关闭并套用 然后你去看 这边资料就恢复变成正常了 它就会有 例如说 左边会有阿拉伯数字 然后有文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就是资料编辑 资料整理 现在我们做的就是ETL 里面的TP 他不能用Mate 他不能用Mate 這套軟體它不發是Mac的版 只是iPhone可以裝Mobile版 HowerPier的Mobile 我的手機是iPhone iPhone就只有一個這個Home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它其實是可以看到 就我去政治大學 然後最後發行 然後產生一個網址 點它 因為通常是BOB 所以我會用橫角子介入 這資料就是自覺化報 然後 比如說我要去看2014年 你看這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點2014年 對不對 放很大 然後你點到2014年 再縮小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縣市 它就會展現出來 這是iPhone iPhone是可以看到結果 但它不能編輯 Mac沒有PowerPier的Facetime 為什麼 為什麼 它就是不出 微染工程它就是不出 我覺得還有很棒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要不要稍微知道一下 以前的版本 它只能視覺化15萬品紀錄 然後最近啊 我拿了340萬品資料 在2019年9月這個版本好 它可以跑得出來 30幾萬品資料 它是可以視覺化的 因為本來它是免費軟體 你就不會對它要求太多 好吧 你能幫我畫10萬品就不錯了 現在30幾萬品 我覺得就已經很棒 因為免費 我覺得那個編輯器那邊包 就刪掉啊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編輯查詢 右邊 右邊這幾個 你把它刪掉 像我剛剛是不是做了 我剛剛是不是做了那個 刪掉某幾列 對不對 我是不是人口數 我是不是刪掉底層資料 我把它給刪掉 那些資料都回來了 你看這邊錯誤是不是都出現了 這樣了解喔 所以我還是要手動再刪掉一下 移除底端資料 然後記得關閉並套用 好 接下來畫面就用一下 它不是復原 它不是控制加上自由 它是在右邊 你所有的操作動作 全部都要忠實記錄 為什麼呢 因為假如說 當你今天換了 換了人口數的資料 然後它會 整個 整個 我們不用再重新 再做 拋盔裡面的相同動作 它會整個直接替換掉 好 那接下來 畫面繼續就用 請問一下 我現在是不是要做視覺化分析 對吧 我現在是不是要做 那個登革熱的視覺化分析 嗯 我覺得 我想做的是登革熱的視覺化分析 而不是台灣人口數的一個 例如說男女別的比例是什麼 然後那個地區別的比例是什麼 好 我倒不是想要做這個 我想要做的是登革熱 登革熱的視覺化分析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先來觀看一下 這兩個資料表 我們是不是要關聯在一起 你 你這邊 你這邊 來觀看一下 這兩個資料表怎麼做關聯 我們可以拿哪一個來 人口數資料表裡面哪一個 來去做關聯 區域別是不是 區域別來做關聯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居住鄉鎮 居住縣市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區域別 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算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算什麼 各區域登革熱發生率 對不對 然後再進一步的算 各縣市登革熱發生率 可以嗎 應該沒問題吧 就當我今天我要把這兩個資料 撲在一起的時候 我可以分析什麼 你這樣至少要知道說 好 我現在是不是要把登革熱的 這個居住縣市居住鄉鎮 跟這邊人口數的區別併在一起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 在人口數裡面的區域別 人口數的區域別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的台 這個地方的台 是大寫的台 有看到這件事 我們來看登革熱 登革熱這裡 是不是有居住縣市居住鄉鎮 居住縣市 對 你先注意看一下 這個區域別 它是併在一起 它把那個行政區併在一起 這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到時候你在描述那個北區 就很清楚知道 你所指的北區是指 台中市北區 還是台南市北區 還是基隆市北區 可以嗎 因為你把這個居住縣市 跟居住鄉鎮 合併在一起呈現 我們是不是有效的 來去區分 真正的北區 可是 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 這邊是不是分開 居住縣市 登革熱裡面 針對那個區域別的描述 居住縣市 歸居住縣市 居住鄉鎮 歸居住鄉鎮 對吧 所以你覺得 要合併在一起會比較好 還是分開 合併 合併在一起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 衛福部這邊輸了 聽得懂嗎 我是說 對於資料分析來說 不然你到時候 那個匪區會算亂掉 可以理解 你不能說 那個 桃園 浦星 光桃園就有兩個浦星 然後 那到底是哪一個浦星 桃園楊梅的浦星 還是桃園清浦的浦星 聽說那個真話也有一個浦星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當我們今天要做資料分析的時候 我覺得這邊 人口數 就是內政部提供的人口數 這邊的區別會比較好 還有 我們來去看一下這邊的居住縣市 登革熱裡面的居住縣市 它的名稱 因為高雄一定很多 你有沒有發現它是用大寫的台還是小寫的台 小寫的台 內政部是用大寫的台 衛福部是用小寫的台 你覺得哪一個會比較好 我應該要把衛福部的小寫台改成大寫的台 還是把內政部大寫的台改成小寫的台 為什麼 這都一定要寫報告 真的 這真的很重要 還是隨便 不行隨便 不然到時候關聯不起來了 對吧 好 那所以我們只能選擇一種 就是我們要統一 不然 那個四個縣市我們就不算 哪四個縣市 台北 台中 台南 台南很重要 還有台東縣 對不對 所以 不能忽略 你忽略台北 也不行啊 對不對 好 台北 台中就算了 但是台南很重要 知道 因為 濁水溪以南的縣市 是很重要的 燈 我說燈革熱 可以嗎 所以我要大寫的台 是小寫的台 你用小寫的台 到時候可以畫地圖 你用大寫的台 可能地圖 畫不出來 因為美國人 地圖 現在是美國人 在那邊畫的 你有看到 中華電信 什麼派一個 什麼 什麼車到處去拍 街景圖嗎 沒有 都是Google公司 各位 可能多少都有看過 那種車 對不對 那這樣是地圖 資料 這回畫的時候 還好 像地圖 我們 我們 如果畫地圖 要再換成間體 可是我們 在做資料分析 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把它 變成是 反體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地方 這兩個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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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到 如果說是這個區域別 這個區域別 新北市板橋區 它只會出現一次 這個行政區 只會出現一次 可是另外一個資料表 高雄市三明區 它會出現幾次 它會出現好多好多次 因為這個登革熱的資料 登革熱的資料 就是一筆記錄 這邊這個登革熱居住 縣市 它就會出現一次 所以這邊有看到嗎 同樣都是高雄市三明區 它就會出現好多好多次 所以在這邊 我們要依照 依照 只出現一次的 那邊它定義為 大寫的台 我這邊我就要服從它 因為那個唯一性很重要 可以了解 所以我必須要 必須要把這邊 這個登革熱資料裡面的 台南式的台 要改成大寫的台 知道嗎 那到時候你要畫地圖 建議你再把它改回來 就是你要再創造出一個 叫做什麼 居住縣市居住鄉鎮 的一個 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再把那個大寫的台 改成小寫的台 那是為了畫地圖用的 不過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後來它可以接受大寫的台了 有聽懂嗎 大寫的台它看懂了 就是你寫小寫的台台北市 跟寫大寫的台台北市 它都畫得出來 而且經緯度不會飆出 好 請問我現在我要繼續講 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這個地方是不是有 因為我要把 這個登革熱的居住縣市 裡面是不是有四個縣市 我要換成大寫的台 對不對 所以我要怎麼做 我希望一口氣把它做完 所以在這邊我寫一個 記事本 有看到記事本嗎 嗯 有看到記事本嗎 記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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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要把 我是不是要把 台 台 台北市 改成 台北市 台中市 改成 台中市 台南市 改成 台東縣 改成台东线 所以做法要改就一口气改 所以我用的是一辅这个函数 一辅这个函数应该各位都会 对不对 一辅什么呢 一辅 我就希望取出 取出这个线室 居住线室 居住线室的第一个字 请问居住线室的第一个字会取吗 然后去判断它是不是等于台 对不对 请问判断它是不是台 你会用数学式 数学式就只有几种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等于 等不等于 所以在这边 是不是台 要怎么写 等于 台 对不对 可以吗 居住线室的第一个字 就是你要先取出来 就是你要先取出来居住线室 居住线室是这个 这个栏里面的第一个字 那我们来判断它是不是等于台 如果是的时候怎么办 是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大写的台 再结合 结合什么 居住线室的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 可以吗 那请问如果不是呢 如果 如果它的第一个字不是台这个字 那我们就放原本的居住线室 它内容是什么 我们就放什么嘛 所以居住线室 请问这个义府 有没有问题 请问现在这个义府 应该没问题 义府 它是不是就做什么 就做这个居住线室 第一个字 判断它是不是等于台 如果是的时候 成立是不是放这个 不成立是不是放这个 这就是两个参数了 成立跟不成立 请问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很好 我一定没有问题 居住线室的第一个字 我就用left left 左边取一个字 它就是第一个字 请问你 居住线室的第二三个字 我就用right 右边取过来两个字 因为刚好居住线室 都只有三个字 有没有特例 目前没有 以后有再说 听得懂吗 我现在居住线室 是不是都是三个字 有没有哪一个线室 例外 没有啊 目前没有啊 等我选这样的总统 到处换名称 不好笑 好 目前真的没有啦 所以你也不要问我说 老师要是有四个字怎么办 那就下课私底下我们再去聊 那都有解决方法了 记得 记得 找专家就对了 我们继续咯 所以在这个地方 left 左边取出一个字 应该会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等于if 这个居住线室的第一个字 那就left 刮胡 居住线室的第一个字 等于台 对吧 如果是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大写的台 结合 结合怎么 右边取过来两个字 那就是right了 可以吗 很多同学都是左右刮胡不对称 都会产生这个错误 所以等一下尽可能不要让我去 帮你检查这件事情 好不好 那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他如果你的刮胡错误的话 他就会在这个地方下面会有破折号 红色的破折号 你就去看这个地方就好了 那接下来呢 右边 右边 如果正确的话 是不是就放居住线室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在PowerBR里面要怎么做 先来做一下给你看 请问 我现在要做的是 这一个 资料表 我要改 我要改的是 这个资料表 人口数资料表 还是登革热资料表 登革热资料表 对不对 滑鼠右键 可以吗 滑鼠右键 在随便 你在任何一个登革热里面 滑鼠右键 这边是不是有新增量子 跟新增资料行 我要用新增一整行的资料 所以叫做新增资料行 因为请问一下这边 刚刚是不是那个居住县市 这边居住县市 一整行的居住县市 我是不是都要去判断检查 比较修改 对不对 所以 新增 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行 请你不要点到这边 这个是在人口数里面 新增资料行 我要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行 可以吗 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 登革热 登革热这边 用右键 然后新增资料行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它操作方式是这样子 首先 我是不是要叫做 新的居住县市 新的居住县市 因为本来是不是有一个居住县市 那我现在是不是把它新修改 修改 可是我还是叫居住县市会比较好 然后我只是标了一个2上去 代表说这是我写的 可以吗 原始资料我没有动它 我自己创造一个新的 好 所以我就保留原本的栏位名称 后面加一个2 然后呢 if 对不对 if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输入了if之后呢 它会被告诉你 这边有三个if 什么if arrow if 好 没错 就是这一个 if 你可以用上下方向键去选 选到之后点一下 tab 然后他这边 他是不是就出现真的跟以色谣一模一样的内容 只是用英文来描述而已 这个第一个要放什么 逻辑检查 然后第二个参数放的是成立的时候 第三个放的内容是不成立的时候 好 所以在这边检查是否符合内容 所以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做 取出第一个字 L1 Left 对吧 Left 通常只要输入两个字 然后剩下 上下方向键选择 你不要打太多字 因为我目前为止还没有遇过有学生 Left会打错 Right会打错 或者是Calculate会打错 因为你只要拼出前面两个字 大概就可以用tab键直接提取 可以吗 tab键 然后接下来请问 我是不是要取出一个文字 什么文字 我是不是要取居住县市 好 那怎么叫出来居住县市 一撇 一撇知道吗 一撇 在enter的隔壁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选什么 居住县市 我是不是上下方向键选到居住县市了 然后tab键 这样子你不要在那边打很多字 记住 记住 我用一撇 一撇是去呼叫 资料表 呼叫资料表 然后再用上下方键来选 这样子你就不会有打错字的时候 而且很多人会用打字法这一撇都会忘记的 然后又要叫我来去检查到底哪里错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建议各位用一撇 然后上下方向键来选 然后接下来 我现在是不是 那个文字 好了 他这边打一个逗号 就是说 要取几个字 左边取一个字 所以就输入一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看一下 他右边是不是有一个刮弧 他右边要是有刮弧 你这时候就必须要打刮弧 你这样就不会 你就不可能会产生错误 你这样有听懂 好 这边明明就有一个 left最右边你要结束 是不是要打一个刮弧 你就只是照打而已 好 右刮弧 逗号 不是逗号 等于 这边是不是左边取出第一个字 等于 台 台要写小写的台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要加两撇 所以 两撇台 两撇 逗号 请问一下 我的逻辑判断式是不是写完了 所以这边我是不是用一个逗号 这边因为有一个逗号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 如果它是小写的台 我就要把它写成一个大写的台 然后把它黏后面的两个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写大写的台 end end它就是黏在一起 其实你写 其实你写加也可以 台 加 北 加 四 它的计算结果就是台北四 你写台end 因为文字嘛 文字加只能把它黏在一起 文字不能做计算 所以它只能先后这样放 好 台什么呢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要用 right ri 打了i 打了ri 然后这边是不是看到 right tap键 接下来是不是要放文字 放什么文字 是不是用一撇来呼叫 放居住县市 这个文字的第二跟第三 所以用一撇来呼叫 一撇什么呢 居住县市 在这里 好 方向键哦 我这边用方向键 tap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文字 选好文字之后 是不是逗号 所以我就照达这个逗号 接下来我要放几个字 右边选两个字 可以吗 就是第二 第三个字 所以选两个字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有一个右刮符 那我就照达右刮符 请问一下 我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result true 设好了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设逗号 我真的只是照达 我真的只是照达 照公式达 绝对不会错 然后逗号 接下来我要放什么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做这个 result force 不成立的时候我要放什么呢 就直接 例如说高雄市的第一个字 是不是高 他不是台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不成立 不成立他反应是什么 我就放什么 所以用一撇 居住县市 方向键移到居住县市 然后tap键 右刮符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抓滑鼠了 知道吗 你不要为了 好 我再刻意点两下 然后那个居住县市 然后又抓滑鼠 然后点 这样操作不好 真的 然后 知道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放一个右刮符 因为这边有看到吗 这边不是 做完是不是要有一个右刮符 好 所以我就打右刮符 这样有没有问题 他这边 最后这个右刮符 是不是对应到左边 这个左刮符 这是对应的 enter 所以你去看一下 你在现在这个登革日资料的最右边 就产生出一个居住县市2 这个栏位名称叫居住县市2 然后里面是不是都是高雄市 不是 他有各县市 例如算拉到下面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台南市 台市变大写了 再拉下来一点点 还是台南市 再下来 高雄市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会找到那个其他几个不同县市就对了 但是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台东县都改成不是小写而是大写的台 好 我要请你们拍照 居住县市2 可以吗 你要不要拍一下照 因为现在是唯一你看比较清楚的 而且我们在吃饭前 请你先完成这件事 还有到居住县市 居住厢镇 居住厢镇 居住厢镇跟居住厢镇 可以吗 换门动手来去做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居住厢镇2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把居住厢镇2跟居住厢镇合并在一起 对不对 才能够跟这个区域别做官 这就简单多了 我们来看怎么做 怎么做到让这个地方 就是我新增加一个整行的资料 好 然后让它叫居住厢镇2居住厢镇 所以怎么做呢 在这个地方 不是人口数 是登革热 滑鼠右键随便点任何一个用右键点它 然后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要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这个资料行 我就叫居住厢镇2居住厢镇2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居住厢镇2吗 因为这是我修改过正确 不是正确 就是说可以关联的新的这个蓝 然后居住厢镇2居住厢镇2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放居住厢镇2 end居住厢镇就好了 所以一撇 用一撇来去呼叫 居住厢镇2 不要选成居住厢镇2 好 再下面一个就是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设居住厢镇2 只加一个2的原因 好 CAP 见 end知道 黏在一起 end end什么 居住厢镇 你不是直接打居住厢镇 用一撇来去呼叫这个蓝位 一撇 然后居住厢镇2的下一个就是居住厢镇了 CAP 键 然后记得按一下enter键 可以吗 这个还蛮简单的 对不对 请容许我再继续讲 因为只剩下关联 现在关联 关联怎么做 就把居住厢镇2 居住厢镇拖替 登革热里面是不是就有居住厢镇2 居住厢镇拖替到人口数的区域别 就一个动作而已 然后人口数的区域别是1 然后登革热的居住厢镇2居住厢镇里面是多 可以吗 因为你不能限制说登革热一个区域只有一个人可以发作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 我觉得应该不用抄 不用拍照 就是刚刚我是不是做居住厢镇2居住厢镇 这应该不用拍 就是简单的一个end 就换你们来去动手做一下 顺便请把关联给做